因为遇见了结局 张雨昕狂角局营最终惩罚 正在忙过TV热播的都市情感力置据 因为遇见你今晚将迎来大结局 剧中秘密在有条不紊的逐一揭开 网友最期待看到的张雨昕最终命运 金吕阁秀长位置的归属 都将在今晚揭晓 因为遇见你自开播以来 凭借着高质量剧本的精巧设置 演识人员的辛苦付出和亮眼表现 在收视率 网络播放量上收获不俗成绩 社交媒体的讨论热度也居高不下 成为2010期的电视剧爆款 该剧中 除开心果CP孙怡 邓伦哲对欢喜冤家 十多年的纠葛情路外 女二张雨昕公于心计 不择手段也是本剧最大的看点之一 从第一集开始 她抛夫妻女 不论亲妈 蒙骗爱人等 坏事做尽 在各种谎言被揭穿后 仍旧握有威胁 养母徐慧杰的底牌 战斗力太强 让不少网友恨得牙痒痒 留言称 想看张雨昕怎么够待 今晚大结局中 徐慧杰张雨昕师徒 和宋秀华张果果师徒 将在终极的刺绣PK中一决高下 赋予顽抗的张雨昕 为了取得在刺绣决赛中的胜利 夺得秀长继承人的位置 在角局的路上变得更加疯狂 而理由者也难递内心的情感 在张雨昕伪装面具撕开后 仍旧绰绰维护雨昕 沉迷在利益欲望中的张雨昕 看不清楚李云哲 对她的深厚感情 在自己狭隘的想象中钻了扭脚尖 这两人的婚姻 最终会不会彻底破裂 仍旧期待大结局日揭晓 而 多次采取极端手段谋取利益的张雨昕 在谎言的泡沫被戳破后 面临她的又是怎样的终极惩罚呢 金吕阁秀长的位置最终归属是谁 更多精彩 敬请期待今晚24点芒果TV 因为遇见你 因为遇见你真相拼图即将完成 也据迷不舍往 一娱乐3月28日报道 由四媒传媒 关达影视出品 周小鹏指导 孙怡 邓伦 无忧 戴超 刘米桃 李志南 潘怡君 郭红等连昧主演的都市情感力智据 因为遇见你正在湖南卫视 精英独播剧场热播 并将在本周播出大结局 该剧自播出以来收视率与口碑 携手一路高歌 即将以收视率最高破误和网络播放量 破误12亿的优异成绩迎来大结局 因为 遇见你与张果果 张雨昕两个女孩 为主线上演了一出励志情感大戏 一路走来看着剧中人的登场 纠缠 反转 成长 剧外的观众也投入太多情感 许多观众甚至留言表示 要从头二刷 三刷 表达对遇见家族的不舍情节 一波恩哲三家恩怨散场临近 高能剧情引发回忆杀因为遇见你之所以成为较好又叫做的高收视网红剧 高能不断的剧情公布和睦 该剧导演周小鹏曾在接受彩 仿石说把写实与浪漫融合得很巧妙 一部都市情感剧才能够成功 而该剧也正是如导演所言 既有接地气的人物塑造 又有浪漫的戏剧氛围 才真正成为了一部走进观众心里的剧 因为遇见你将金吕阁 石创集团 普通百姓王爱玉三个家族的人物串联在一起 金吕阁的两位儿媳 为征秀长引发孙女金一被走丢 走丢的金一被与王爱玉的女儿张玉心 就此互换人生 成长为善良的果果和恶毒的玉心 他们又分别嫁给了石创李家的云凯和云哲 三家人一波恩哲的故事 和反复纠缠的人物关系让人看得欲罢不能 谎言与真相的交织与揭晓则 更是牵引着观众和剧中人 一同走向大结局 看到如今张果果和张玉心的身世 都已大白 张玉心依然苟言残传刷很不断 而果果也已经成长 为一个坚定自己原则的自信女孩 引发了不少观众对整部剧的回忆沙 让人想念起他们一路走来经历过的装装渐渐 也是唏嘻不已 倍感不舍 因为遇见你首观在即 观众不舍挥别 遇见家族真正的佳作是可以带给观众 从视觉到心灵上双重洗礼的 而因为遇见你显然用扎实良心的制作 和对人性的精准剖析 展示给观众带来了一场锦绣盛宴 选择少见的刺绣题材 虽然十分冒险 但因为遇见你播出后 不管是剧中人物的服装造型 还是与刺绣有关的比赛等 都巧妙将刺绣这一国粹的魅力展示给观众 让散 发着古老气息的刺绣与现代时尚完美结合 引发刺绣善品的穿搭模仿狂潮 也让刺绣这一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魅力的手工艺术形式 在年轻人中焕发了新的生计 因为遇见你展现了张果果和张与心两个女孩不同的人生 选择走上了不同道路 在服依李云哲 李云凯兄弟两人 以及大伯母宋秀华和二伯母徐慧姐两人作为应尘 表达出 总有人善良恶观堂堂正正 也总有人怨天尤人自食苦果 而真 善美永远是这个世界的主旋律 用华丽却有文化深意的刺绣外衣包裹 最朴实也最直抵人心的道理 让遇见家族吸引到太多忠实观众 而面对即将收官的剧 粉丝纷纷在社交平台留言 这就结局啊 好快 虽然一直想看到早日真相大白 但现在居然很舍不得郭富城方元申请结婚通知书曝光 最迟6月初完成手续 据香港媒体苹果日报3月27日报道 51岁天王郭富城 城城和29岁内地网红方元 Moker于3月4日以秘密在香港申请注册结婚 最快3个月内完成手续 最迟6月初就有消息了 并拍下了两人申请结婚的通知书 结婚通知书上显示 Moker报称未婚 职业是fashion designer 时装设计师 二人报称 同驻跑马的大坑到寓所 早前有消息指Moker已怀孕 如属时 郭富城这次真是双喜临门 可喜可贺 日前有位内地网友爆料下个月 会来香港喝城城与Moker的喜酒 而香港媒体之前问过城城经理人小美 经理人称郭富城今年计划结婚 城城曾表示 结婚是人生另一业 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 拒之城城想结婚的主要原因 是母群年纪大 希望城城早点娶媳妇 想抱金孙 有人推测她的婚礼应该低调进行 一切从简 刘德华将取消年底演唱会 估计损失超2000万网 亿娱乐3月28日报道 据香港媒体报道 一人刘德华在今年1月17日 在泰国拍摄广告时遇上意外 在马背上摔到地上 导致疼骨 几肢骨多处骨裂 出事后成医疗专机 返岛入院接受治疗 住院51日 于3月初终于获准出院回家休养 原定今年内的工作排满来的刘德华 既要拍电影 又计划在2017年年底举行跨年演唱会 今天其经理人公司 发出声明 本公司一人刘德华 于2017年1月17日工作受伤 目前进入复健阶段 依据医疗团队的建议 为了让刘德华先生有完整 极杀时的复健过程 还没有来一年是非常重要的阶段 所以公司决定取消原定在2017年底 香港演唱会的计划 声明一透露至于还没有来工作项目计划 将一副健康副进度 及医生指示在做安排 华仔这次的意外摔伤 不包括电影 广告协商演等收入 只是演 唱会收入保守估计损失超过2000万港元 约人民币1768万 郭富城方元申请结婚通知书曝光 最迟6月初完成手续 据香港媒体《苹果日报》3月27日报道 51岁天王郭富城 程程和29岁内地网红方元 Moker于3月4日一秘密 在香港申请注册结婚 最快三个月内完成手续 最迟6月初就有消息了 并拍下了两人申请结婚的通知书 结婚通知书上显示 Moker报称未婚 职业是fashion designer 时装设计师 二人报称 同住跑马的大坑道寓所 早前有消息指Moker已怀孕 如属时 郭富城这次真是双喜临门 可喜可贺 日前有位内地网友爆料下个月 会来香港喝程程与Moker的喜酒 而香港媒体之前问过程程经理人小美 经理人称郭富城今年计划结婚 程程曾表示 结婚是人生另一业 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 拒之程程想结婚的主要原因 是母亲年纪大 希望程程早点娶媳妇 想抱金孙 有人推测她的婚礼应该 低调进行 一切从简